各位主流兄弟姐妹你們好,各位螢幕前的朋友你們好 一次日本著名的盤貴禪師他講學,來自四方八面慕名的學生,蜂擁而至 但期間竟然有一位學生,盛住人多,偷野,還要被人人贓並獲 有人將他交到盤貴禪師面前,要求他主持公道 盤貴禪師當時只是很淡然要求所有人說 各位記住,你今天來到我面前,是想聽我說話 請大家暫時把其他東西放下,就是這樣處理了 但誰知道第二天,同一位學生竟然膽大包 又再重施顧忌,但同時又被人人贓並獲獲 盤貴禪師同樣很淡然地處理,要求眼前這位學生 我現在跟你說,你不要想那麼多事情 我叫他跟你說,你要做一件事,就是你要讓其他同學更專心 更耐心,更耐心,更專心,聽我說話 除此之外,盤貴禪禪師沒有要求這個壞學生做其他事情 但這樣的處理方式就惹來值間的其他同學,非常之不滿 他們抱怨,禪師處理時,憂柔寡斷,和他們想強迫禪師 不當下將這位同學處置,他們就會決定即時離場 當時盤貴禪禪師對他們說,你們全部都是有智慧的人 你們,我聽到你們之前,你們全部都知道甚麼是對與錯 但你看看這位小兄弟,即使這位小兄弟現在來到這裏,聽我說話 但他都分不清楚甚麼是對與錯,如果連我都放棄他的話 有誰能夠妥善,繼續教導他呢?你們可以全部都離開 但我想跟你說,我會繼續讓他保留在這裏,讓他被我的道理所改變 聽到這個說話,各位原本偷竊的同學,眼淚盈康 從此他內心那種偷竊的惡念,冤枭雲散 對與錯,應該或者不應該,這些層面是我們最容易當下所關顧的 但如果我們細心點去觀察,眼前這一幕很可能特別反映 眼前有一個人,尤其需要我們更加陪伴他 更加需要我們鼓勵開導他 約毛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二和二十三節裡提到 你們領受精神罷,你們卸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卸免 你們保留誰的罪,誰的罪就被保留 耶穌所說的是一份天主恩賜的自由 講道理之餘,究竟我們可以有多少空間去回應對方人靈的需要呢? 當然我不是說人靈的需要大了,對與錯可以完全不理會放在一邊 讀經一的情境可以說是另一幕天主給人一份釋放 那些來自十七個不同地方,十七個不同外邦人地方出生的猶太裔同胞 他們這樣說,怎麼我們都聽見他們,就是耶穌的門徒 用我們的話,講論天主的事呢? 《中途大事錄》第二章第十一節 聖神的德能,其實不單止令這班來自加里納亞的門徒 即時成為語言的專家 同時這一幕都邀請我們去反思 不是說在生活當中我講一番話,你又講一番話 這樣就叫做交談,這樣就叫對話 天主聖神,因此我們不同人,彼此之間交談,對話的能力 其中所關心的,不是只是適量,又或者是內容 同時很強調,我們怎樣去潤色,微調 讓聽到我們說話的人,感受到真是被重視,受尊重 接受對方這個人,此時此刻,內外的面脈 有時我們往往都忽略做一件事,其實 懂得說話和不懂得說話,往往是一念之間 有一對夫婦鬧起膠來,原因原來不是壞事,是好事 因為那天早上,太太在街市裏面找了一條又大又新鮮又抵買的東星班 於是她就立即致電給丈夫問她,提醒她 她說,麻煩你,今天你下班回家之前,離開公司之前,請你發個訊息給我 讓我計算好,幾點煮,幾點鐘,把魚放進鍋 早一分鐘,遲一分鐘都不行,一定要剛剛好 她很希望,丈夫回家的時候,色香味味的海鮮,剛剛好放上桌面 大家一起熱烈烈響煞 但可可惜,偏偏丈夫下班的時候,大老闆很想找她,聊一點點 於是,丈夫轉頭立即緊急發另一個訊息回家說 對不起老婆,臨時老闆找我,不能夠即時等得了 不能夠即時走得了 很闖處地回了就算了 太太一見到,心立即彈起來 再犯訊息,但是犯了一個憤怒的訊息 裏面質問,你不能夠跟她說,你答應了我嗎? 你知不知那條魚幾錢? 你知不知我在街市怎樣欠一條魚回來? 但在那個時候,丈夫已經沒有空間,沒有空閒去應對 之後,衝衝回家 一邊走,一邊想,一邊想,一邊急 還有,夜早下班,肚子比平時更餓 甚至乎肚子都有點餓 入到家大門,心已經很難平伏 於是看到太太的樣子,看到對方不出聲 這位丈夫隨便跟她說,這條魚冷了就冷了 蒸上熱,是魚都可以吃就行了 嘩,太太一聽到,是魚都可以吃 不聽到,尤其是可,一聽到就更加把幾貨 接著太太立即說,總之以後被攤冷的你吃 跟著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越講越大聲,越講,聲音越高 旁邊聽他們說話的子女,很害怕 結果那一晚,那條蜥香味居存的海鮮,沒有人夾過一住,就躺在那裡 各位兄弟姐妹,如果相同的事情 如果有一方,停一停 之後,她說 行行行,不要急,不要趕著回來 我或者關火,我或者把火收到最慢,OKOK 總之我們慢慢等你 又或者,假如有一方,她又停一停 然後說,哎呀,你們真是好,聽下去真是很好吃 雖然我未吃下肚,我聽到你們說都已經覺得很滋味 你們這麼有我心,我心領,你們吃先,行了,不要等我 你們好好享受,跟我自己享受一樣 如果大家願意,真的,停一停 想清楚,我們可以怎樣說話 壞的話,我們嘗試好好說 狠心的話,我們嘗試溫柔地說 很可能都有喜劇的結局 你們領受星神罷 你們卻擅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卻免 你們保留誰的罪,誰的罪就被保留 《愿望福音》第20章,22-23节 你们领受圣神伯 领受,准备好摘 不准备好,就不要随便移动 我也听过有些人 当心里面八感交集的时候 又同时面对眼前一个愤怒的人 他们的内心很蔓延,叫停自己 按住自己的一些负面感受 不让心里面的坏话,又说直说 我也听过有些人 知道自己当下很心烦,状态不好 但又意识,眼前面对的情况很重要 他们很坦白,想清楚,然后很坦白地说 承认自己这刻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恳求眼前周围的人 可不可以容许大家在一个更加适当的时间去处理 各位兄弟姐妹 你们领受圣神罢 假如我们的内心被太多不必要的东西 冲塞住,好像一个爆满了的迷你仓 这样圣神即使来到,他都一样不得其门而入 圣神来到在我们身上 很可能都发挥不到他应有的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